台灣地震頻繁 房屋耐震度夠不夠 是大家都關心的議題 內政部演擬修法 推動30年以上老屋健檢 未來買賣需要付相關證明 初步選定公眾使用 或六層樓以上集合住宅辦理 並沒有說已經修了什麼法 那馬上要實施什麼 我想基本的構想 還是要回到現在最基礎的 我們現在面臨 我們台灣地震平衡 我們確實 我們屋的抗震的狀況 確實是我們關注的一個課題 根據統計 全台屋齡20年以上 大概有562萬戶 30年以上368萬戶 40年以上則有146萬戶 平均屋齡超過28年 若真要強制執行健檢 數量龐大 經費從何而來 政府有無配套措施 現在有安家屋員的這一個計畫 來補助做老屋的健檢 做抗震 那其實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其實也只是在鼓勵 鼓勵做老屋的健檢 那健檢的項目主要是抗震 那至於它會不會連帶影響交易 我們沒有強制要求說 一定要怎樣才能交易 內政部長葉俊榮表示 目前還沒有具體實施方案 主要是希望讓房屋買賣 雙方都能夠有所保障 未來也會聽取各方意見 再進行評估 大愛心我黃毅潔余國威 台北報導 還有大愛心我黃毅潔余國威 我替 mankind下風 無敬余國威 我懲得